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高晓松出来回应了 视频是安眠在无意中刷到的 一开始安眠还没有认出来这是高晓松 说句实在话 直到这个视频看完 安眠也没有认出来这是谁 但是他说他是高晓松 而且一出来第一句就爆了粗口 这一瞬间 安眠又觉得他是高晓松本人了 他在视频中提到一个人 还有他的歌这个人就是刀狼 歌的名字 安眠也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是哪首歌 高晓松在视频中说我的私信炸了 所以他出来了 高晓松的这个视频一发布 网上马上热闹了 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比视频还精彩 第一个网友说这是新四人帮 刀狼剑指的就是这个新四人帮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视频中这一货是个冒牌货 并不是安眠没认出来 其他网友也表示怀疑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安眠又去搜了一下高晓松本人的照片 从他的历史视频和照片上看 他本人一直就是脸上坑坑洼洼的不规则 哪有现在这个视频上保养的这么好 上面这张是他接受采访时的正式照片 按理说不会是假的 不过安眠还是去找了高晓松的生活照 发现他与他在镜头之下没有任何区别 仍然是一脸的马子 胡须有一部分发白 有的网友说这个视频是开了十倍美颜滤镜 所以看上去不太像本人 于是安眠再去找了高晓松的视频和照片 专门找那种开了十倍美颜滤镜的 还真被安眠找到了 小伙伴们请看一下图 虽然开了十倍美颜滤镜 但仍然与现在这个视频中的差别有点大 网友的评论都比较激烈 有人说小人物只是生活在底层 而小人才是最可怕和最卑鄙无耻的 有网友说脸大脖子粗下面的网友说 高宫拱扁桃体大过脸 视频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高晓松呢 单单从脸看 无论如何都难以让人相信这就是高晓松 但是他的声音就是高晓松无疑了 阿密还发现 不管是他说话的语气 还是用语上都非常接近我们社会上的一种人 有人称这种人为巨婴 当然也有另一种网络用语叫骂宝男 这个视频上的高晓松就非常的像 这个人在视频中跟网友撒娇 说自己被谁谁骂了 宝宝委屈死了 如果视频中的这个人真的就是高晓松本人 那就证明了一个事高晓松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巨婴 听罗煞时便终于理解刀狼 这是文史哲与音乐的高度融合 本来是想把罗煞还是这个事情翻过去的一首歌而已 但有太多网友留言给我了 就因为我认为这首歌在音乐上格调不高 听起来阴阳怪气的 文章发表两天多了 还有网友在留言 大多是不赞同我等 有的报几句粗口 有的长篇大论的写许多字来教导我 出于对留言者的尊重 我又听了几次罗煞海誓 加上偶尔刷到的时候也认真听了听 还有一些媒体上关于刀狼的信息 也许是疏读百遍奇遇自信 听到十几遍的时候就转过弯来了 我也不想搞道歉认错的那一套 前几篇文章也不删了 这就是一个从肤浅到深刻的认识过程 现在把新的感受写下来 供网友们分享 用问答的方式也许比较好 第一 此歌词是否在报复好声音的四名评委 在我看来这不是针对四名评委 网友们也没有必要跑到 纳英杨坤那里去闹腾了 捧一个不需要以踩四个为代价 新晚报作为官方媒体 客观地列出了刀狼的演艺道路 在纳英等人给刀狼差评之后 刀狼又搞了多次演唱会 而且非常成功 这已经是对纳英等人 很好的回答了 这个纠结早就应该结束了 只是观众还停留在了好声音 差评这件事情上没走出来 不针对四位评委 不等于不涉及他们 艺术源于生活 刀狼与四评委有过交集 也是刀狼人生中的 一部分 在批评社会不良风气的时候 烧上四评委也是正常现象 因为四评委对刀狼的差评 的确是有失功远 而且有些夸张 甚至还说什么 让音乐倒退若干年 实在是威严耸听 歌中那句 未开言先转定 怎么听都是好声音 节目中导师们 转椅子的场景 第二 歌词中批判了小圈子里 黑白颠倒这一社会公害 论起圈子文化的属性 还是封建社会的荼毒 不仅在中国文 存在世界都存在 不仅现在存在 历史上一直就存在 小圈子里的人 互相维护 互相吹捧 盈盈狗狗 近亲繁殖成为一丘之鹤 排斥打击贤良之士 党中央也屡次提到 要防止阶层固化 要不居一格用人才 但是要隔除数千年 留下来的留弊 不是简单的事情 也不是靠某个人 就能办到的 就是伟大的党 也不是说就马上能实现 如果好声音的思维评委 也犯了这类的问题 再正常不过了 这是社会通病 不算特殊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 就是那些对圈子问题 深恶痛绝的人 一旦有机会进了圈子 也很容易被童话 成了盈盈狗狗的一丘之鹤 在这里 我想加入一些个人的理解 世人就会有亲朋好友 就会有亲疏远近 圈子无法避免 完全的否认了圈子 就变得六亲不认了 符合人类习惯的做法 应该是承认 接受圈子的存在 同时要净化圈子的风气 不做那些盈盈狗狗 杜贤技能的事情 讲究科学与民主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 让能人有所作为 有助于社会进步 而社会的进步 会让所有人受力 第三 歌词中提到的正面形象 马迹 有人把马迹理解成 刀狼本人 这似乎不太可能 刀狼怎么会自己夸自己呢 我认为理解中 华民族更加恰当一些 虽然中国社会并不完美 与其他国家相比 已经是一片净土了 欧美的一些国家 更像是 盈盈狗狗的一丘之鹤 借人权和民主等问题 黑白颠倒 尤其是美国当局 四处惹火 成为世界不安定的 最大祸首 最后还是给刀狼点赞吧 能够在一首歌里 把如此丰富的内容装进去 还播到了几十亿次 不容易啊 提醒一下诸位 这种歌是讽刺性质的歌曲 自己唱着玩 怎么都成 如果是公开演唱 要注意一下场合 在单位集体的联欢会上 最好是唱点别的 什么鸡啊驴啊 猪狗的洗不干净的脏东西啊 黄泥地啊 盈盈勾勾的 与现在的气氛不符 这种歌啊不需要多啊 有一首就够了 虽然我赞了这首歌啊 还是要说一句 真的受够了这种调调 谁爱唱谁唱 反正我不唱 也不想再听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